175集华盛九层十四段零波城取号 取号资源每天都在老王直播间上演 但是要取出一个十几万的号还是非常少见的 毕竟现在角色价格普遍偏低 买号的玩家比较少 花大价钱买号的玩家更是少之又少 本次取出的是一个华盛九层的零波城 人修和宠修都点满了 辅助技能该满的也都满了 世门技能更不用多说 必须是满的 祥瑞有限量的深海狂杀和白泽等等 限量锦衣有一套水云龟 神器洗了81伤害 有一个1564有效属性的魔镜激发孩子 这号竟然带了100条还价信息 看来还是很抢手的 目前刷了740亿经验 空号大概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看看老王给他的装备估价吧 然后帽子 十四段的碎星爵加破碎雾霜 他是破碎雾霜加碎星爵 破碎雾霜没有那么主流吧 破碎雾霜加碎星爵 鞋子的话也受制力加碎星爵 腰带的话愤怒加碎星爵 衣服的话是利敏碎星爵 防御的话是打了八段是宝石 八剩十二是九十六 用357.6 书房不高 熔炼的也不高 武器失败了一次 鞋子失败了两次 腰带失败了一次还好 灵质的话是13000 这灵质的话是15000 163再加2000 戒指的话是伤害位的双伤害一速度 伤害上台报五下台报四综合报九 这个能卖上八千 再加上一个内辣 163 9000 凝视双伤害一速的法商位 2500加3000 5500 5500的话再加1000 好 宝宝的话基本是一个没有 这个取得号的全部基本已经出来了 十一万八千五百六十 武器他没有 你没赢 你从学最后责房了 13万买的 再除以一个13万 差了百分之八点八 比比期待稍微贵了一点